一部分的範例 我是参考Google 所以Google BMI BMI Enter一下 那这边就有个BMI计算器 第一个 里面的话就有规则 它的规则是 BMI等于什么 体重要公斤 除以身高的平方要公尺 所以如果你一般习惯是输入公分的话 你还要再把它除以100 才会是公尺 OK 所以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话 要BMI出现 甚至产生评语 所以我利用这个范例 做出来的结果 我希望长的 这个是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我希望长的就像这样 请输入身高 行输体重 请输入身高 BMI前后双以后 等于多少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换航 刚刚有讲过 反斜线N 评语 把他的那个到底是 这个BMI 在那个评语里面 应该是哪一个range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 查一下这边 如果是小于 那就是过轻 正常就是一个 当然这边还有 所以多重 一重 两重 过重三 四 五 剩下来就是六 else 所以你会发现 又比刚刚更复杂了 但是你说再怎么复杂 反正就套公式 不就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如何赚钱 我先demo一下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大概类似这样 比如说请输入那个 没有成绩 你伤入的话 放这边 把它伤一下 然后伤这边 OK一下 好 请输入体重 敏感 七十公斤好了 OK 身高的话 因为我城市里面有除以百 所以如果说这边你可以刮胡 请输入公分或请输入 我叫人家输入公尺 你几公尺 你身高几米 对岸都是讲几米 几米怪怪的 你多高你一定会回答 比如说我174 你不会说我1.74米 他的米跟哪里不太分 米不是公尺吗 对就公尺 对一样的意思 只是他们习惯用公尺 他们也不是讲公尺 他们就讲米 几米 起米 OK 反正就是用语的问题 OK Enter 标准 但是这个我后面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我刚刚看到的 诶 就是评语上面还要输出BMI 还要输出评语 然后这边要两个双引号 刚刚有用过这边要换行 他怎么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好是可以自己按照逻辑写 我们大概看一下 因为这个应该不复杂 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 这个先把BMI算出来 再把逻辑做出来 所以你不要太怎么讲 好就是说太急 你就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BMI 所以下面这边 我先不要显示 这边的话 我把它显示出来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有用了一招 非常好用的 什么呢 就是这边有没有 全部变什么 变注解有没有 那我们刚刚讲过说 开头是这个锦字号 就是注解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行 要一起注解的话 有没有 那以前就是一行一行 但不用那么麻烦 很简单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加注解跟去除注解 你一定要记得 选取完之后 按一下Ctrl键 加那个斜线 斜线是那个竹 竹有没有 那个昌杰的竹 那个问号竹那个 这个 它就马上全部注解了 Ctrl键再按一下 又注解 也有点像切换 OK 这个还蛮值得学的 因为 如果你不懂这个方法的话 你要把程式 这个一下子全部就 就把它注解完 其实还是蛮花式 这样的话就整个注解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 Input 请输入升高 那理论上 应该前面有个W去接它 外面要转型 不过我们前面是用INT 对不对 那你想说老师 你这边怎么用float 特别是用 如果它输入升高 可能有小注点 比如说它是70.5 那如果你用INT的话 点5就不见了 OK 无条件捨去掉 所以我这边用float float float意思说 如果它有小数点 那我就帮它保留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float 所以有得到身体重 请输入体重 然后请输入升高 对不对 再来我就把BMI算出来 不过其实BMI 这边好像就不用float 因为已经float过了 OK 那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把float就是小数点 数字里面有小数点的就是float 数字里面有小数点的 OK 有小数点 INT就是整数 就int OK 那BMI就是把W 这个词丢过来 然后除以升高的平方 升高的平方 特别是 升高的平方 你有两种方法 升高的平方 你可以升高乘两次 这样可不可以 h乘h 是不是也是平方 对 对 不过好像这样有点怪怪的 我们一般习惯就是平方 乘乘二 这样就OK了 两个方法 不过以后 如果你看到人家写乘h 这样它也对 结果OK就好了 好 还有什么用mass点paw也可以 不过那个导式 我觉得就是方法很多 我们用乘乘二好了 尽量用一个你习惯的方法 好像层层二还蛮好去出 还蛮好记得 那再来我们就把BMI给输出 所以 执行一下 OK 那比如升高 假设70.3 ENTER 然后升高的话 174.9 那就175好了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怎么办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至少有三种方法 不过最重要的 要不就是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一个外面包一个Round 就是跟VBA里面有一个叫Round Round 有没有 前刮壶 然后后面的话 逗点 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两位 后刮壶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方法 执行一下 如果 那这个是真的会帮你做455 OK 另外一个是格式 比如说我这边 175.3 ENTER 有没有 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另外还有个方法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Round的话 其实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记第二种方法 为什么 因为第二种方法 将来证照考试的第一类 主要是考那个叫Format 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OK 那格式化就是有点像 以前有输入 我们设定那个小数点到第二位数 到底是差不多的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 把这个BMI 前面先叙述一下 跟他讲说 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他一定是双银号两个 加一个大瓜糊再加一个冒号 这个是基本款 就是说 后面加一个.2F .2F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F有点像是float 格式有点像你比较好记 点2F OK 然后呢 记得这个是一个字串 文字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有点像是给Format的一个文字 里面的话就点后面加一个Format 后括一下 然后把BMI放在Format里面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资料放到这个格式里面 并且做输出 所以他可能有小数点 但是丢到这边之后的话 只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做输出 OK 这个应该可以 看得懂 不过可能慢慢要习惯 Format可能 规则就是前面一定是一个格式化的字串 再点Format 把BMI放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一下 那这个当然结果也会是小数点的第二位 174 OK Enter 小数点一样到第二位 那如果你要第三位就点三 有意思类推 OK 两个方法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步呢 先计算出BMI 我建议你们先用Format吧 Run的函数也可以先试试看 两个方法 Format比较推荐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证照考试的第一类 就是要考你 会不会用Format 去格式化那个要输出的那些资料 这个Format其实就蛮像Excel里面 我们在把资料输入到储存格里面 然后要做那个外观 包含那个小数点到第几位 或者是要不要加那个千分位符号 等等的 那个都叫Format 在Python里面同样 它是不过差别只是说一个是 滑鼠去点 但是这边的话必须用程式 试一下 试一下 试试一下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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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